先請兩位為今次財政預算案裏面 輔助各階層的派堂措施打一打分 可不可以讓我們看看分數是如何呢 有見到蔡先生的比分就比施先生的低一點 蔡先生可不可以先問你 其實見到今年的派堂措施各方面都有加碼 包括生果金也好 或者是長者津貼等等都有加碼 為什麼那個分數似乎是比較守緊一點 其實這樣說的 它今年有1380億盈餘 所以昨夜它是很有空間做多很多工作的 我覺得它基本上都有回應到很多不同界別的一些要求 所以派堂措施我都不可以說有什麼挑剔 說它做得不好或者什麼反對的 那些派堂措施包括譬如有埃無津貼 其實都是我們都會歡迎的措施來的 但我不會給它太高分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們希望見到是香港長遠的社會發展 我們期望就是如果政府有一些措施 或者長遠的目光政策 是可以長遠幫助那些人脫貧的 其實這次聽過財政預算 我一開始聽的時候 財爺都說我們香港的經濟相當之好 盈餘很高 政府的儲備也很多 但是如果大家留意到 其實香港的貧窮率去年是上升了 貧富懸殊一樣是這麼差的 所以我的期望就是政府做多些事 是一個長遠的效果幫到香港人脫貧 有一件事我們覺得應該再做多些的 就是房屋的問題 其實這次政府在整個財政預算裡面 房屋那個擺的資源不是特別多的 可能要等那個土地發展小組 做完整個報告之後 政府才可以相應做多些事 現在它做到一些事 譬如說有10億可以用一些的 限制土地或者一些的政府物業 拿來做一些不同的設施 我相信可以包括社會房屋 但那裡其實還可以再做多一些 如果政府在房屋裡面做多一些 或者一些長遠脫貧的政策方向做多一些 我會給多些分